欢迎回来 每年年底估计很多着急买房子的刚需都会叫股不迭 不仅房价一路飘涨 房贷也越来越紧张 已经获批的再苦苦等待银行的放贷 一些新申请贷款的购房者则面临房贷利率优惠取消 还有的甚至直接被告知银行贷款额度已满 暂停放贷 今年这种周期性的房贷收紧来得比往年更早 自五六月流动性紧张以来就已出漏端倪 这股资金紧张之风甚至从华东和华南地区蔓延到了北京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多地出现银行房贷收紧的情况 部分银行甚至将首套房的利率较基准利率上浮10%至20% 很多刚需的购房成本因此水涨船高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某人士日前向财新记者透露 因为贷款额度紧张 个人房贷这块我们已经全部叫停了 房贷收紧的最新情况如何 除了银行贷款额度受限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走访了伟业我爱我家副总裁胡锦辉 第四个季度之后呢 我们已经收紧了数月的这个房贷 又持续收紧 从华东华南已经开始蔓延到了北京 那作为就像我爱我家这样的房地产机构 可能最先感受到了这种收紧的迹象 那您北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房贷收紧的情况了呢 北京差不多到今年的8月份吧 从今年的8月中旬下旬开始 就是银行对于这个不同的银行 根据它的这种信贷 按基贷款发放的额度开始 就是对于这种接单子的量就开始 有些银行有所减少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个首次之夜的这个优惠利率 很多银行就有些银行开始取消 有些银行开始上浮这个二套购房的这个利率 对整个包括对于这个购房人资格的审验 包括这个严格程度 基本上我们感觉到是在8月的中下旬开始 就开始有收紧的这个迹象 就像我爱我家这种房地产的中介机构 可能每年都会跟银行签订一个贷款总额度 还有这个优惠的政策 那你们当时感受到这个优惠政策 这个减少的时候 这个具体当身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所以一般银行会提前跟你讲 就是说我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完成情况 那么如果差不多了 或者基本上最近要相对收紧 它会提前你打招呼 就是那么相对你就减少一些这个送班的量 或者可以把一些单子转到一些其他银行 因为各个银行在同样一个时间点 那么状况也不太一样 有些的话银行还继续愿意多放一些贷出来 政策上也有一些差异 除了利率之外 包括像这种批贷速度 购房人的一些资格 具体的一些问题上 跟银行的尺度也不太一样 但通常来讲的话 如果银行来讲觉得说 房贷量差不多了 那么相对后续会减少 会提前给你打招呼 另外一些政策的变化 也会提前有所通知 包括首次之业 优惠利率取消 或者二套的上普 它会提前跟你有一个沟通 针对这次房贷收紧 好多人也都分析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您看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这次房贷收紧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来讲 第一点还是一个季节性的因素 就是每年的话 它基本上到了 特别是到了第四季度 或者到了下半年以后 银行的全年的放贷额度 基本上完成了差不多了 相对来讲 它就会更强调 比如说安全性 就是要控制风险 那么另外一个就要强调 相对来讲的收益 所以越到下半年 越到第四季度 它就越会强调 放贷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所以这样的话来讲 相对就会延一些 每年都是这样 只是今年相对有所提早 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说今年 我们最早在三月份 有过一个交易量的爆发 就是从二月底出台新政策 到各地出台一个实时细则 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这样的过渡期 在这样一个过渡期 很多人为了搭木班车 其实在三月份有一个交易量的井喷 也就导致经济度消耗掉了很多银行的 按揭贷款额度的很大一部分 所以今年的话 到了七八月份 到了三四季度 收紧的信号就更明显一点 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今年在今年暑期有一轮 关于就是钱或者流动性有所紧张 这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信号 就是说未来随着利率的市场化 随着我们的这种流动性的 这样的一个分配的机制和流向 会有一些结构性的调整 事实上在今年的这种暑期 有一个警示性的这样一个作用 其实也就是说 会使得可能银行在房贷这方面 考虑的会更加谨慎一点 二经多末这个房贷就已经开始收紧 但是业主的这个买房的热情 还是不减的 房价依然在逆势上涨 又业内人士分析 就是说银行现在这个房贷收紧 跟这个对楼市的这种风险的担忧 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们从0304年开始到现在房价 很多城市已经翻了三番了 已经进入到一个高点了 确实存在了一些危险和泡沫因素 但是如果整体来看 这些年银行的放贷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贷款 本身并不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完成的 它也是在随着房价上涨的过程中 陆陆续续的在放贷 并不是说所有的贷款 都是在房价的顶点上放出去的 那当然这个风险就很大 其实从这点上来讲 我觉得目前基本上 还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 即便未来说 房价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调控 有所回落的话 我觉得从目前的角度来讲 导致太大的金融危机和 和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性并没有那么大 我们并不像美国 在次暗危机的那个时候说 给很多根本就没有 偿还能力的人放了房贷 房贷收紧与银行贷款情况 楼市冷热都是息息相关的 银行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由于个人房贷业务获利有限 相较而言银行更倾向 小微企业等收益较高的贷款业务 在综合楼市需求火热等 其他几个方面的因素来看 房贷紧张的局面 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